民述记 第20章 正月间 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 就住在加迪斯 米利安死在那里就站在那里 会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啊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 领到这旷野 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 领我们到这坏地方 这地方不好杀种 也没有无花果树 葡萄树 石榴树 又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 到会幕门口 抚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小遇摩西说 你拿着帐去 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贺 于是 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耶和华面前取了帐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用仗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诸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 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 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摩西从加蒂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只走大道 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我们和牲畜 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 以东王说 你们不可经过 就率领许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 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 从他们的境界过去 于是他们转去 离开他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蒂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耶和华在附近 以东边界的荷尔山上 小域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必不得入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沙上荷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举他的儿子以利亚沙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 摩西就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山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赫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沙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沙下了山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 见亚伦已经死了 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